第21章 竹林与青杏九 画符很复杂 初学者很难掌握 我先送你几张画好的符 戴在身上 以备即用 柳符衣修长的手指 排开一打黄符纸 分成几组 指着上面的繁复的字符 一一讲过去 这是收经符 是配的 戴在身上 这是通讯符 你见我用过的 妙妙点点头 余光瞥见木窑不住地朝这里望 容色冷淡 连木生跟他说话都没听见 刘大哥 这个应该怎么用啊 他瞪着一双写满了无知的眼睛 离柳符衣又近了一些 柳符衣随身佩戴的香囊里 塞着艾草和妄忧 配比恰到好处 混杂在一起 淡雅而不萧索 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味道 你看我掩饰一遍 他手指翻飞 先慢后快 到了最后 几个简单的动作被做得凌厉如风 指尖似斜有飞沙走沉 口诀我教过你了 你试试看 符衣将符纸递给他 妙妙口中念念有词 伸出两手滑稽地须抓了两下 僵硬又生色 既向小姑娘翻花绳 又向喇嘛跳大神 不是这样 有浮衣醋眉 待见得她一脸无措 无可奈何地笑了 看上去挺伶俐的姑娘 怎么就教不会呢 青竹林也不全是竹林 绿悠悠的竹林背后 还有清澈见底一个水潭 主角团在此处拔债扎营 舒舒服服地洗去一身狼狈 这才从容赶路 林妙妙的一头乌发挑出一部分左右挽起来 碧绿的发带一扎 竟是个垂条 这种未成年少女的发迹在她身上竟然不显为何 加上点墨般的浅碧色山子裙 两叶生花 像是春天刚爬出来的嫩柳梢 与总是清清淡淡的木窑不同 刻意打扮的少女实在是太显翘 以至于她在一身素衣的柳福衣身边窜来窜去的时候 格外引人注目 不单木窑一路上总是盯着她看 连木生都不自知地看着那两人屡屡走神 走神之后 她心里又会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 这种感觉相当危险 是一种想要毁掉什么的恶劣的欲望 好难啊 学不会 凌妙妙挫败地看着自己的手 心里把鲫鱼骂了个狗屑喷头 系统系统 够了没 到底够了没 在原书中 经历了月夜共饮 一厢情愿的鲫鱼就像个热恋中的少女 不但幼稚地打扮得像个花蝴蝶飞来飞去 还假装学不会竖法 骗得柳福衣一边又一边动手教她 惹得木窑大为光火 你把收精符配好 柳福衣叹息一声 喝口水润了润药冒烟的喉咙 歇一会儿再学 自打四人开始正式赶路以来 凌妙妙就寸步不离地跟在柳福衣身边 以学法术为由 顶着木窑频频往来的眼神 纠缠她大半日了 这半日 有福衣还是一样的有耐心 只是她演智障 演得有些心累 系统没有回答她 这个世界的系统极其高冷 除了发号施令 就是塞给她一些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的奖励 简直令人绝望 她忍不住破罐子破摔地看了一眼沐生 任务一都完不成 任务二还有戏吗 沐生与沐瑶并肩走在一起 事实上 自主角团变为三人形以来 她很少有机会和姐姐走在一起 眼前春光明媚 高耸入云的竹林将湛蓝的天际切割成无数片 有福衣的声音低沉悦耳 不断地重复着耳熟的字句 这些关键字渐渐与回忆中的声音重合 阿生 这是收精符 不需要很麻烦 戴在身上就好 九岁的沐瑶帮她配好 又拿起另外一张 这个是通讯符 你现在还小 暂时不能用 姐姐 她眼神明亮 我见过父亲用通讯符 我想学 你能不能教我 沐瑶一愣 为什么想用通讯符 阿生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你闹着硬要学通讯符 沐瑶脸上露出个清清淡淡的笑 阳光照在她白词般的肌肤上 眼下的泪质若隐若现 沐瑶没想到她会与自己想到一处 脸上不经意间浮现出笑意 是 姐姐问我 为什么想要学通讯符 我当时以为 阿生总算长大了 知道不躲懒了 她笑了一声 没想到你说 是想在我跟着父亲捉腰的时候跟我聊天 真是气死我了 沐瑶浅浅笑着 不经意露出同中一丝深沉的黑 其实 阿姐 柳福一与林妙妙站在一棵榕树下面对面休息 福一平生第一次教不会学生 正在自我怀疑 却见她频频回头望沐生那里看 神色似乎很热切 她处理感情 一向有些力不从心的脑子飞速一转 想明白了什么 脱口而出 妙妙 林妙妙吓了一跳 立即回过神来 只见柳福一脸上挂着洞悉一切的表情 钉钉钉着她 你是不是故意的 卧槽 被发现了 我 柳福一伸出一根手指 阻止了她慌乱的解释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你想让阿生来亲自教 不 等等 她好像误会了什么 妙妙呆若木鸡 不 不是 她来不及阻拦 柳福一已经招了招手 愉快地喊道 阿生 你过来 林妙妙眼看着正准备深情套路姐姐的黑莲花 被声声打断 让柳福一硬从木窑身边拉开 到了她面前 她脸上的神色已经不能用阴云密布来形容了 扶植我给她了 你教妙妙一些自保的法术 末了 柳福一看她一眼 眼中含笑叮咛 只是那笑容怎么看怎么诡异 这次认真写 画壁 潇洒而去 背影写满了柳大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妙妙与黑莲花面对面僵立着 她望着她 眸中深沉 脸上挂着一丝细血的笑 一言不发 黑云鸭沉沉欲催 对不起 妙妙扯出一个堪比哭脸的尴尬微笑 都怪我太蠢了 把柳大哥斗 气走了 她逆着黑莲花的脸色 越说越没底气 恰有一阵风来 扬起她双锤记上记着的闭色发带 吹过长长雨节下那秋迟般的杏子眼 凌妙妙从来不是沐瑶那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冰美人 她下河间 脸粉白 夹上是新鲜的飞红 像是盘里的青果 要是不采摘 转眼便如露凋零了 这就是人间普通的少女吗 除了阿姐 除了镜子里的她 那种在冰山之巅上的永恒美艳以外的 世俗而脆弱的美丽 你都学了什么 她默然片刻 脸上仍然没有露出一丝端倪 凌妙妙硬着头皮 将柳福衣给她的符纸一字排开 语速飞快 你再教我一遍 我保证很快就学会 可我现在不想教 她斜腻着她 语气淡淡的 带着理所应当 气定神闲的恶劣 凌妙妙非常愧疚 她仔细回忆 一遍原剧情 发现青竹林里姐弟回忆童年这一段 是沐瑶沐生一路交恶之前 唯一一段比较温馨的情节了 这点仅存的温情 还被她给缴了 不交就不交吧 她认栽了 嘟囔道 晚点学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世界里 不该发生的不会发生 该发生的逃也逃不掉 沐生一路漠然 似乎在想心事 绣着麒麟的长袄靴 走在草丛里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哎 沐生 妙妙鼓起勇气 要不我们来聊聊天吧 跟沐瑶在一起 没回忆完的童年 就由她斗胆继续好了 你想说什么 沐生望着前路 眼都眉眨 嗯 她尚在思考一个比较好的开场白 只见她促眉转过身来 拉住她的领子 毫不怜香惜欲地将她扯到眼前 你身上的味道 熏得我头疼 味道 林妙妙转念一想 梳头水 这就有些不讲理了 这时候 枝子花香早就淡得闻不出了 更何况 你沐生为了保小命 也沾上了这香气 有什么脸面说我 不是 她双瞳漆黑 伸出手掌来 柳福衣的香囊 妙妙下意识地去看柳福衣 见她和沐瑶各走一边 谁也不理谁 尴尬得很 不想此举却惹恼了黑莲花 她仍在笑 语气却明显不悦 不想给 她从袖中取出一个香囊来 我跟你换换 这不好吧 林妙妙犹豫起来 我这个是用过的 换你这个心的 妙妙完全忘了 加上上一次在前厅里 她是第二次因为香囊的事情拒绝她了 她全没放在心上的事情 她可一笔一笔全都记着 陌生的眼眸很黑 不经意见着偏执的光 不舍得 妙妙有点火了 这倒不是 柳大哥把她送了我 那就是我的东西 你不喜欢闻 我离远些就是了 你干嘛飞逼着我 嗯 她眸中满是暗勇 一张符飞速地贴在她背上 你说得对 妙妙张大嘴 一阵麻痹的感觉 从指尖蔓延到躯干 她忽然发觉自己像人偶一般浑身僵住 只剩眼中能转动 内心无比惊骇 木生低谋 手指划过她的衣巾 在上面飞快地骂撒了两下 那香囊变到了她手心 她捏在手里 慢条丝里地 把自己的秋香色香囊 牢牢记在原来的位置 随后 歪头打亮了她一眼 似乎是在检查她的脸 和新香囊相不相衬 随后 她望着手上的香囊 忽然粘出一张符 符纸边缘一卷 生出一簇水蓝色的火焰 这火焰无声无息 疏的一下 转瞬便将它烧成了灰烬 灰烬飘飞 空气里满是草药烧焦的味道 她拍了拍手 吃的一下 撕掉了妙妙背后的符纸 烈焰黑眸凝视着她 微微笑道 现在好多了 坐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